今天接着来打电话反映住宅附近高速公路走音的问题 昨天打了12345昆山的市民热线 高速公路这个路段这事不被他们管 所以他建议我打96777高速管理局 问问他们 你好,这里是江苏高速96777客户服务热线 你好,我想问一下 我昨天打12345反映 就是我们住宅附近有一段那个高速 然后高速噪音非常大 我是想说看是不是可以装那个隔音板什么的 然后他是让我打这个99777问你们这个情况 我是住在那个昆山花桥这边 然后我旁边是一段那个上海的绕城高速 是那个上海的绕城高速 上海绕城是吗 对 您现在是上海绕城高速影响到自家的运动吗 对的,因为我们这个楼就在那个绕城高速边上 然后他那个有很多的大货车 然后每天就白天晚上都有非常多的车在走 嗯,我知道就是这样的 这边是上海绕队的主要是客户 如果是上海绕城的话,你会是扩大 上海这边的客户热线反映下去这个情况好吗 哦,好的,就是这个高速路归属是哪一段 就是反映哪个地方 因为我们是这个位置是属于昆山花桥 但是旁边的高速却是上海绕城 嗯,对,那你要反映到他们边 哦,好,你们有没有什么 有人跟你们反映说高速路边上噪音 然后你们会去装这个隔音尾档这事的 哦,那要看距离的情况能反映这条 哦,好的,好的,那我知道 所以找你们这个部门就对了 但是我要找上海的就反映这个情况的话 哦,好的,好的,明白了 哦,好,谢谢 所以,江苏 就是这个高速路是归上海的 所以它是让我打上海的高速路的这个99777来反映这情况 那我们就明天再来打上海的99777来反映这个状况 看是不是会有人来管 对,下次见 可以 然后